大家好,今天的第二条了 关于这个看面相的一个天涯上面的帖子 叫写在脸上的风水 这个帖子我看了以后 我觉得还,你还真别说 它还挺有那股的玄乎劲 就是跟我之前接触到的看面相 有些不太一样 就是说,一个是准度方面 再一个就是,你会觉得它很玄 因为它讲的还蛮有道理的 而且不是说宿命论 它并不是宿命论 有些东西是可以改变的 然后呢,它这个帖子又有非常多的 结合实际的,就是一些人的面相 然后结合这个人的面相去讲 哪个地方代表了什么 而且它中间还讲述一些故事 总而言之就是把这个面相这个事情 说的比较生动 也比较,说的比较全面 首先是要看这个 它把人的这个面相分为 三庭,叫上庭 这里,大家应该能看得到 就是眉毛以上到这个 发际线啊,这是上庭 然后眉毛以下到鼻尖这个位置 叫做中庭 然后鼻尖到下巴 这个地方叫下庭 然后它的上庭呢 就只看啊,这个高矮 所谓高矮的就是眉毛到发际线的 这个程度,就成为高矮啊 然后宽窄呢,就是指的是 这个左右啊 然后主要看的就是 高矮啊,宽窄和丰满程度 然后前面讲的这个脑门大 就是指上庭很高啊 就是上庭高 我这个上庭就一般啊 应该再高一些 就是呃,如果大家看NBA的话 就真的詹姆斯那个发际线 不是一直在往后移吗 詹姆斯那个就属于天宁宝满啊 然后那这个上庭 如果宝满的话 它就是代表着这个聪明 或者是得祖阴啊 运程呢,也是主的是早年运 至于他这个早年早到多少 我们后面会详细介绍啊 然后他这里介绍说 脑门大的人都聪明啊 医学上讲是说是脑容量大 所以聪明 但是这个没有一个科学的这个证明啊 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 所以作者也说了 那头小的不就很吃亏了 他其实也一样有那种上庭比较低 比较低的这种人啊 也可以是去读那种顶级大学的 好吧,清华北大啊 所以看一个人的上庭 是到底是得了祖阴呢 还是聪明 那就得看 拿这个结合他的耳朵来判断 然后这里作者讲了个故事啊 我为了不那么枯燥啊 我就不念他这个故事 我大概给大家复述一下啊 就是说作者呢 开了个公司 然后他的这个文员呢 因为就是要休产假了嘛 马上要生产了 所以呢就需要有一个人来接替他的工作 刚好这个时候呢 他就有一个小女孩 刚毕业的小女孩来面试 所以呢 这个作者看到这个小女孩的 这个一头长发 然后天庭比较饱满的这个 这个样子之后呢 就外外形之后 他觉得这女孩应该还挺聪明的 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 这个天庭饱满 一般人比较聪明 所以他就让这个 新来的这个女孩就留下来 接替这个要休产假的文员的工作啊 来做他的文员 这个休产假的人呢 休产假这个女孩跟他 跟这个女孩也做了交接之后呢 就回去了 然后这个在工作中 这个作者就发现这个女孩 在这个整理资料啊 包括一些工作习惯上的 似乎跟 跟当初啊 那个之前休产假的那个文员 似乎看起来不太一样啊 就是工作相对来说 就比较混乱一些 然后也耽误了他一些的事情啊 所以他就 也觉得怎么这么奇怪啊 明明是一个天庭比较饱满的女孩啊 我觉得应该是个聪明人啊 怎么看起来似乎把这个工作做的 没有他预期的那么好啊 然后他就去找这个女孩去 去跟他聊啊 聊着聊着可能女孩也觉得 可能是不是啊 自己工作没有做好啊 受到了这些埋怨啊 就觉得有点委屈 然后就哭了 哭了之后呢 他就趴在桌子上了 这一趴下 他不是留到长头发吗 垂下来以后耳朵露出来了 结果坐着一看 原来这个耳朵啊 这个女孩的耳朵 他生的没有很好 就是跟这个饱满的天庭 没有搭配没有搭配的上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所谓的耳朵没长好 可能就是轮廓啊 或者是颜色 或者说是大小啊 各个方面吧 那这个耳朵跟天庭没有配的上 那这个时候 这个天庭饱满 他代表的就是得祖音啊 不一定就是聪明 而这个所谓得祖音呢 也就在后面啊 他很快就印证了 因为这女孩哭啊 然后他他就赶紧安慰啊 你别别给一个小女孩 给人吓住了 然后很快就到了下班时间了 这女孩就说呢 他妈要来接她啊 那那那作者就说 那行 我给你送下送下楼 然后就见到了 这个女孩的母亲啊 这个女孩母亲 从外貌上一看 就是一个穿着非常 怎么说整洁啊 但是并不是很好的衣服 一看就是算是一个普通职工啊 甚至可能是一个下岗女工 这么样一个状态啊 然后他也跟这个这个 这个小女孩的母亲聊了几句 也大概聊一下就是一个很一般的家庭 然后呢 女孩呢 因为就家里面独生子女嘛 然后就特别宠 然后爷爷奶奶也特别宠 所以呢 可能女孩也就自尊心比较强 可能也没骂啊 就说了两句可能就委屈了 也从这儿 也就刚好说明了这个天庭的一个知识点啊 就是说 这个得祖音和聪明啊 他是要结合耳朵来判断啊 这个耳朵如果轮廓清晰啊 大啊 然后那他可能就跟这个天庭能配得上 那他就是聪明 如果说耳朵发育的不是很好 比较小 或者轮廓不轻 或者比较暗沉的话 那么他就是家里面比较宠的这种 这种人 并不并不见得就很聪明 这是上庭的一个知识点 然后接下来就是中庭 中庭呢就是代表的是 主交际能力啊 也是主这个人的事业 运成了中年 也就是说 人最容易控制啊 最容易改变自己命运的地方 都分布在中庭 代表着人力可控的 所以中庭代表人啊 三庭当中如果 一个人的中庭比较高 两个犬骨的位置也有肉 那就可以判定 这个人是有人缘的 那何为这个 犬骨有肉呢 我这个就是犬骨没肉啊 犬骨有肉 大概是我笑起来这个样子啊 我都不会笑了 就就就大概是这个样子吧 所以我这个犬骨不算有肉啊 不算有肉那就是人缘啊 人际关系方面 其实我我我我也是一般吧 我我就是性格相对比较独一点啊 所以我也就是整天在家做的自媒体什么的也挺好啊 当然也会有几个执行的朋友 只不过来往没有那么的密切啊 我再加上我这人又不爱喝酒 甚至都不爱聊聊这些我在网上聊的这些大天你知道吗 然后在中庭这里呢 有没有事业运呢 包括有没有事业心 还是要结合鼻梁来看啊 那那那这方面呢 就是你看我的鼻梁 看我的鼻梁啊 其实一般啊 一般我的这个事业运 包括事业心其实都一般啊 嗯 下庭呢 就是指 这个鼻尖到下巴的这段距离啊 主要他是主稳重啊 主技术主晚年运 然后这里作者说小孩都是尖下巴啊 他们走路都是蹦蹦跳跳的 做事让人不放心 就没那么稳重啊 但是呢 作者又说下庭是最容易修的啊 随着年龄的增长 心性也会变得稳重豁达 那么这个时候下巴就开始变宽啊 然后下二夫就在这里啊 下二夫 我的我看我的这个下巴和下二夫还行啊 嗯 下二夫就开始长肉啊 但不是代表着胖就一定是下巴就长得好啊 很多胖胖啊 胖胖的人呢 这个下巴也是尖的啊 下庭是地啊 大地呢就是要稳啊 所以呢 这个 如果下巴尖啊 而且中二夫无肉的话 那可能就是坐着这边举例 就是说 可能会来回跳槽啊什么的 做什么事也不太稳重 什么个事啊 然后 这叫上三庭啊 上三庭之后呢 他又有一个六府啊 六府就是上二府 这两个地方啊 中二府就咱们刚才不是介绍过了吗 就全国这个地方 下二府就这儿啊 这叫三庭六府 这里作者说到啊 说是这个现在的年轻人好像都不太会交际了啊 比较宅了 所以越来越和日本韩国的年轻人一样啊 就是宅 宅男宅女比较多 所以 这个就是中二府无肉的也相对多一些 然后 这个全国啊 如果高了 无肉就是 我们看有些人他就是 这里骨感比较强了啊 那就是这个全国高耸且无肉 那全国高耸且无肉呢 就是一种 破相啊 是属于新劳命 这一点呢 其实准确率相当的高啊 我从我身边的人 就能看到非常多这种案例啊 一般呢 是有一些女强人啊 就是她可能不一定是 就是 这叫什么 就是没钱啊 或者什么的 但是她就是比较辛苦啊 一直都打 都在打拼事业 然后可能不能照顾家里 然后情感生活上面 也比较这个心 心累一些啊 比如 在这方面 就是那个叫什么 格力的那个叫什么 董明珠 可能就属于这个案例吧 然后 我看啊 他这里说 有肉的夏二府 有肉的夏二府 宽下巴代表这个人 做事稳重动手能力强啊 下巴代表动手能力啊 然后夏二府代表的是 是心态的稳重 心态的稳重啊 然后小宋江从事的 是维修行业 这个是作者的一个徒弟啊 他的名字叫小宋江 是说他的徒弟 是从事的维修行业 他们在面试呃 呃员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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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就是要下停要好 下巴宽 动手能力就强了 那对于维修行业来说 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对吧 然后再加上夏儿腹 如果饱满的话 那就是做事情比较稳重了 那这样的话 用户的这个满意度自然就高了 对吧 其实作者在这里说的 你看他介绍上庭的时候 他举了一个 他讲了一个他在工作中的例子 然后这个 说这个下庭的时候呢 也讲到他徒弟啊 在招聘员工的时候 要看这些面向 要注重哪些方面 比如说下巴宽 那就是动手能力强 对吧 夏儿腹有肉做事稳重 这个 这些特点呢 就可以让他招到这些 比较符合他要求的员工 让他少走些弯路 对吧 要不然你招人总是招不到 称心如意的 实际上也是一种 相当程度上的内耗 那么说到中庭这方面呢 就是中二府 我们看中二府的时候 如果说中二府高耸 然后也有肉的情况下呢 那作者刚也介绍了 就是 那这个人 至少从面向看起来 他人缘好 可以适合做交际类的工作 那什么是交际类的工作 销售对吧 他的可能 就是跟人打交走的能力 相对较强一些 当然销售 可能还要结合这个口才 口才 我们后面会讲的 就是看口才的话 还要看嘴 嘴的他这个上嘴唇 一定要比下嘴唇要薄 这样的人呢 是比较有口才的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 你比如说你是一个销售公司 要找这种销售员工的话 销售相关工作的这些员工的话 那你一个是要看 这个中二府的情况 再一个 就要看嘴的情况 好吧 这就是 作者结合这个实践 来去告诉各位上庭 中庭和下庭 它具体结合在实际工作中 实际 实际的一些生活中 它有什么用处 对吧 这个其实就跟 我们看到其他讲面相的 就区分开了 它是一个非常实用主义的东西 然后呢 这里作者还提到了如何提升中二府的饱满程度 就比如说我这样的 还有没有就 还有没有可能就是 呃 人员变得更好一些 或者说 可以去做呃 这个 相关于这种跟人打交道类的工作 那怎么去弥补这个呢 就是 呃 这里也说啊 作者说这几天碰到了很多的问题 就是大家都急着问他 怎么才能把交际能力给提高 呃 这里作者介绍的说 大家对着镜子笑一下 笑起来以后 你的中二府肉就鼓起来了 啊 笑一下 嗯 你看中二府的肉 嗯 它自然而然就鼓起来 在全国这个地方了 嗯 对吧 所以 笑容是最容易改变中二府风水的一个最好的办法 呃 有句话叫伸手不打笑脸人嘛 啊 本来这个家伙惹得你很生气 巴掌都已经准备扇过去了 他突然笑着看着你 这个时候谁都下不了手 这个作者说的也确实 啊 在实际生活中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确实是身受不打笑脸人 呃 这里作者说 我们讲相由心生 改变面相真的很简单 没有人喜欢愁眉苦脸的人 多笑傻笑大笑微笑 甚至苦笑都一样令人喜欢 交际能力自然也就提升了 慢慢的 相也就改变了 儒家讲 百善笑为先 论心不论记 论记评价无孝子 年轻人没有能力给父母买 买这买那 能做到不充腹 每天见着父母笑呵呵的 那就是大笑声 呃 话说回来 年轻人买来的东西也都不大实用 父母用了也会心疼 呃 这是儒家的守善啊 呃 佛家的守善是和言师 嘛 大家都用微笑来面对身边的人 把自己的笑容施舍出去 对吧 这个社会也就和谐了 所以和言师呢 呃 叫做守善 比捐款捐物 记得功德就可能更多一些吧 呃 现在社会都忙着赚钱了 反正大家过得都不好了 两口子辛苦的工作 养一个孩子都累得不清 物质欲望高了 心情每天都压抑的 直接导致了社会幸福感的降低 为了一点点小事 大大出手的 每天在网上都能看到类似的新闻 尤其是中庭不好的同学 记住每天早上照下镜子啊 看着自己的那种笑容 看着呃 看看自己哪种笑容 看着最舒服啊 然后去笑 见谁都这么笑呵呵的 你运气不改变的话啊 呃 人的这个面向似乎是一种宿命论对吧 就是你天生就这个样子 是无法改变的 是宿命啊 但是这里呢 人家说就说了 你你比如说中二府这个地方 那最容易啊 他就有办法改变啊 你笑啊 对不对 嗯对吧 笑笑我这个假笑啊 直接假笑 嗯 中二府自然就有肉了 对吧 呃 有点累 呃 今天我们就先把这个上庭中庭和下庭啊 然后这个三庭六府的大概内容给大家先梳理到这儿啊 大家先有一个印象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几个案例啊 我们再来看几个案例 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啊 这是当时呃 帖子里呃 作者这个帖子里面 然后给他发来的照片 你看这个人呃 作者是这样评价的啊 说三庭当中中庭最好 但中二府高耸无肉 你看 这位就是属于高筒 全股高 但是呃 肉不是很多啊 祝辛苦命啊 呃 然后作者说把这个帖子看完 你就会知道如何改变你自己 这是我找到的 那其实大家已经知道了 就是笑了 对吧 他说要解决这个 股命的问题 那就是要让中二府 有肉 有肉 那我们就笑 笑啊 他这里的肌肉应该会 呃 有有有这个 运动 有运动 他自然会慢慢一点点改善 好吧 然后这个人的面相呢 你看他的上庭好像似乎 哎还挺还挺高 至少我看 好像比我还高是吧 但是他有点窄 你知道吗 有点窄 而且耳朵呢 生的也有点小 所以呃 这个 作者就说啊 他这个三庭中啊 上庭啊 中庭和下庭 你看他下庭下了相对肩 而且中二府无肉 对吧 那那作者就说了 三庭当中中庭是最好的 啊 中庭最好 主要是指他的这个事业啊 你看这个鼻梁 非常不错 然后鼻翼也有 对吧 那可能 田宅宫我看 那这个田宅宫 这个是脸上的十二宫啊 这代表了非常多的呃 东西 我后面我肯定会要讲到啊 我们现在就是 大概先看一下 那我们就主要重点 还是看三庭有福的事情 后面我们再一点点的说 然后这位 说是 作者说啊 这这位是很有教学意义的 呃 拿到一张照片 首先看三庭 上庭和耳朵 要综合到一起来进行判断 呃 说这 这个人啊 上庭还算饱满 耳朵不算大 耳朵不算大 但是挺亮的 带一点小招风耳 呃 其实这个招风耳 他说非常有意思啊 到中学课程处 会仔细跟大家讲 呃 其实这个 小招风耳呢 其实说完了就是招财啊 这这一点是 非常重要的啊 呃 然后 这双耳朵还算可以 因此这位同学的智慧还是有的 就是说上庭啊 加上他的还算不错的耳朵啊 整体 呃 看下来 他的这个上庭还是不错的啊 算是有智慧的 上庭代表着早年运 他的上庭虽然饱满 哎 但是有一些暗巴 破了像 所以早年运肯定没有走好 那也就是说 他虽然是有智慧的啊 但是早年的运 运势可能没有那么一帆风顺啊 然后中庭呢 因为中二腹不肉 各位可以看到啊 这里没什么肉 对吧 也呃 甚至连高耸都没有 呃 中二腹 所以交际能力不足 鼻头呢 为财富功 他的鼻头很饱满 哎 鼻头 这是财富功 鼻头很饱满 但是呢 鼻翼小啊 鼻翼小 鼻翼 这里这里 这里就是鼻翼啊 我的鼻翼就更小了 所以我存不住钱 鼻翼为财库啊 呃 可能传统面相学里面 有一部分啊 很大一部分说鼻翼是偏财 但是这位作者呢 他称之为财库啊 我觉得 可能更准确一些吧 对我来说 主观上感觉啊 因为我和我身边的人 这样看下来 鼻翼为财库 鼻翼就非常小了 金婚于没有鼻翼啊 所以财库就 所以没有财库就存不到钱 存不到钱的原因很多 讲到财库的时候再说啊 然后说夏婷很好 主稳重和晚年孕 子女孕 不足之处是嘴巴 主肚量啊 这也是十二龙的内容啊 嘴巴 那嘴巴大小就是看这个困窄程度啊 对吧 所以宰相肚里能称船 嘴大齿四方 嘴巴大 度量也就大 度量不足 那相比之下 我的度量好像 也没那么足 说实话 这点我也承认啊 可能就是 这个做事情啊 包括 那些方面嘛 就是比较容易较真啊 这也是我需要改变的地方 作者 在后面的课程里面 其实也提到了 关于嘴的这个啊 就是大笑 对吧 想办法 不要不要不要把他撑破啊 想办法去大笑啊 张嘴 其实也能改善一些啊 嗯 然后综合点评是这个人的面向挺好的 只是因为没有避开自己的两个缺点 所以没有达到他应该有个格局 这个看不到他们之间可能还会有一些对话 没有避开 缺点可能说没有避开他的这个中二幅的缺点 中二幅的缺点那就是他的交际能力不足 但是干了销售那就算是没有避开他的这个短板吧 然后另外一个那他的短板在哪呢 鼻翼小吗 这个我就无同判断了啊 我们再来看下面的 这位上庭有可用之处啊 上庭你看上庭还是比较饱满的啊 上庭饱满 然后耳朵看起来也不错 建议看 这里作者就说了 建议从事思考相关的工作 对吧 聪明啊 对吧 建议从事思考相关的工作 本来世界心就不强 无需纠结 你看他的鼻梁 看我的鼻梁都比较踏 都比较踏 我是这个山根这个地方特别的低 那后面反正也就很一般嘛 所以事业心就不是那么强了 无需纠结给自己定下会换个人生 就是你要发挥自己的长处啊 从五官从你的面向 从你的面向风水上 去找到你的优势所在 那我的优势所在在哪呢 其实这一点我真的要结合这个实际来跟大家聊聊 我在看这个帖子之前 我都不知道 我也没发现 按他的说法 按作者的说法 上嘴皮比下嘴皮薄的人 其实是口才还行 您各位看一下 就是我其实一直觉得 我就是没有办法脱稿 你知道吗 我之前做视频 大家如果经常看我视频就知道 我是一个要写竹子稿 而且要念稿的人 对吧 我写个大纲我都下不来 但是我自从看了这个帖子之后 我说那我是不是有这方面潜力啊 那我再试一试突破一下自己的这个心魔 对吧 突破一下自己的障碍 结果你别说啊 我虽然我不能大言不参说 我口才很好啊 但好像也不是不能脱稿 所以我就觉得 你别说这个作者真的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那这个帖子呢 也确实帮了我一个大忙 因为我不用再像以前那样 写竹子稿 再让我这人比较就是 喜欢做事比较完美一点 你知道吗 就是我会纠结于用词用字 我两个词不能上下文同用啊 我都想重复了 所以这样一下解决了我的这个问题 真的是特别好 所以就说啊 一定要在自己的面向里面 去找到自己的长处 去尝试着发挥它 如果可以 那像我这样啊 如果可以 那我是不是把我 把我一个最大的问题解决了 那多好 对吧 你解决不了也没关系嘛 对吧 我们尝试了 人生啊都是在尝试 好吧 然后这个照片说财运相当不错 那它主要指的还是比头这里啊 比头比较大 然后但是它的财库还比一般嘛 也聪明 这个这个啊 这叫什么天庭比较饱满啊 交集能力差 中二府无肉 中二府无肉 然后年轻人不要叙叙 对子女不好 这点说啊 你看中二府无肉 它其实做着说 不然会一个不错的发展 就说啊 你可能 我们一般的工作都还是处在线下的工作 对吧 那我们大多数要跟人打交道 所以你这个中二府 如果不太好的话 那么确实对事业是相对比较有阻碍的 但是那这个人又啊 财运相当不错 对吧 嗯 这个天庭也不错 耳朵我们看不到啊 耳朵我不知道下面有没有 如果再配上耳朵的话 那如果天庭这方面不错 我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人 那仅仅是因为中二府这里 那我就尽量做线上的工作 是吧 这就是规避到这个短处 对吧 发挥你自己的长处 然后这里呢 作者又说了一个知识点 说年轻人不要叙叙 对子女不好 那我的理解呢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子女的话 或者说子女还小的情况下 尽量不要叙叙 像我这种情况 就例外了 我孩子都十几岁了 然后另外的就是 我为什么要叙叙呢 尤其是这里啊 因为我的这个人中啊 相对长一些 我那天我女儿 我那天不小心刮胡子的时候 我这刮了一个缺口 我最后一气之下 我就把它剃光了 剃光之后 我女儿看了半天说 爸你这个人中怎么这么长 你剃了简直太奇怪了 所以没办法 我留下来 留下来之后 我一看也确实 人中长的话 你留个胡子盖一个 其实还蛮自然的 所以我这个留胡子 是有实际方面的需要 今天就这样吧 我前面录了一期 后面我整理了一下这个资料 确实有点累了 然后后面我会继续 详细的给大家去好好聊一聊 这个写在脸上的风水 真的是一个很不错 非常不错的天子 好吧 今天就先到这 都有画南 你还要不要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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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